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题目一样我想了一下有一个需要引起大家关注所以取这样一个题目至于是不是翻倍确切的翻倍以及确切在这个时间内老实话说不重要我也不是这样的了解我的老铁们都知道我不拆股价的那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标题只是标题所以打上很多问号那实际上我们重点是来讲这个内容其实这个内容是中芯国际H股现在值不值得投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果然我们参加过上期直播节目的同学在我们的问答环节你就可以看到我在问答的时候我主动说其实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讲什么比较好啊到底是讲那个Solid Power还是讲中芯国际啊还是讲讲小米啊还是讲讲什么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对吧 那果然中芯国际啊这个今天就启动了实际上今天启动的这个背景呢是整个A股H股板块的相关的芯片股票包括ETF就大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中芯国际也涨啊那不是还没有出现说中芯国际一家股票狂涨啊别的半导体股票都不涨啊不是这样那但 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已经蛮好的一个利好的现象好吧 那么谈到中芯国际的时候我们多多美洲西谷在第19期的时候是做了一个这个半导体制造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梳理 那期节目叫铁厂庞求千尺求千任求千丈这一期那大家可以去翻一翻也可以回顾一下 因为那期节目也很长然后访问量也很大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月15号的时候来讲的那么我的中芯国际也是在那个2月15号那天建的仓也就做完那期节目我就去买了 那么这个时间过去有4个月了对吧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复盘一下当然那个时候跟我一起去买了中芯国际的同学呢是比较少见的就是还被套了对吧套了一点点套的不多 那也抱歉是不是看走眼了多种是不是看走眼了嗯我我没有我不承认啊甚至我在那个时候买了一些了之后在前一段时间还通过因为call啊什么sell call啊 sell put啊这样的方式呢我还我还大乌龙一样的大比例的呃持有了很多这个中芯国际呃我今天这个节目我来我来做一个分析和总结总结和分析吧嗯 那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连篇累读式的报道我们已经确认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半导体的制造业的强周期将持续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背后的原因在我这个4个月前的节目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反正多种要素构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嗯 嗯简单来说一下就是呃疫情造成了这个供应链的波动以及呃上下游特别是下游的芯片需求的呃很多行业的芯片需求他其实有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呃 呃然后造成了那个踩刹车就是下订单踩刹车那半导体呢又是一个呃半导体制造业又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行为 那么这中间有特别是在成熟制造的那个芯片领域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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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一年多以前发生的这个现象 这种叫下游行业的不正确的focus 简单实际上是方向做反了 那但是这就造成了中游的这些半导体的制造商 他们做出了过激的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陈述之城 产能就供不应求 那么现在等于是一脚油门踩到底 那这个性能还是跟不上来 或者叫这个产能还是跟不上来 这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半导体扩产的周期 也就是说加一条生产线要多久 通常是两年的时间 建一个厂多久 那就更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不绝于耳的 无论是美国政府拜登 提供的那个芯片的在美国制造的 这样的一个520亿美金的这样的资助的计划 还是韩国极大手笔的 说什么上千亿的在半导体上的额外的投入 包括日本 包括欧洲也要投一千多亿欧元 这样的在半导体这个领域 所以半导体的这个强周期 在我们正常的情况底下的预判 是说接下来的芯片供不应求 包括成熟制成的芯片供不应求 至少要持续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就大概是因为它的产能活不出来 简单来说就这个逻辑 那么目前来看就是 包括那期节目我们也讲了 上游最上游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中游半导体这个设备 半导体的制造 然后下游就是那些个客户 叫Fibless的那些个芯片设计公司 还有在下游 就是比如说手机的制造商 就差不多分成这几端 那目前中游的制成是 整个问题的瓶颈和关键 因为上游像半导体设备 像ASMINE 像那个应用材料 那样研究等等 这些公司暂时还没有听到 他们这个产能受限的 这样的一个瓶颈 暂时还没有 那在整个产业链条上 我当然还投资了一些 叫半导体材料 也就是说你中游在制造 半导体芯片的时候 你还会需要用到一些个 什么光刻胶 什么清洗剂 什么抛光剂 等等各种各样的 就半导体的材料 那么今天A股市场当中 我买的像上海新阳 它是做光刻胶的 对吧 或者是在研发一些 先进的光刻胶 先进一点的光刻胶 包括我买的 那个日本的光刻胶 这个领先的公司 像JSR 对吧 那有机会我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那总的来说 目前中游的半导体制造 就台积电 连电 中兴国际 都处于满产的状态 就是生产线 就像一年半以前的口罩厂 生产线忙得不得了 就满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满产会持续多长时间 我认为 到今年年底没有悬念 无论它是先进制成 还是这个成熟制成 到年底没有悬念 然后 延续多久 不知道 但至少 等大家的产能扩出来吧 那产能扩完了之后 会不会 供大于求 有可能 但这个时间还远远没有到 好吧 那么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就是 当这个 其实这个世界正在处于快速的变化当中 比如说 民主党政府上台了之后 和欧洲 欧洲一直都比较左 然后 大力推进很多行业 你看拜登政府 它其实越来越像 越来越超中国的作业 挑出很多个行业 所谓以大基建的名义 来做各种各样的补贴 这是我们玩了几十年的事情 好不好 我不认为这是 这是一种进步 我不认为 反正 拜登这个年纪大了 脑子也不太好 转不过来 让他开直播 肯定也不行 那抄作业 估计是他能干得了的一件事情 所以 抄我们国家的作业 抄我们党的作业 很正常 对吧 anyway 那这样就会造成了 跟我们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就你看 新能源 新能源用的大量的芯片 汽车 新能源汽车用的大量的芯片 对吧 因为无论是你 你那个 轻也好 轻能源的那个大规模能源也好 还是 这个移动环境当中 所需要的能源也好 它都会牵涉到 整个电网 电力 各种的改造 然后这当然就会用到 大量的 叫功率半导体机会 做过一起节目 对吧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 所以这些功率半导体的需求 爆发时增长 物联网 就是那些 物联网的芯片 用到的都是成熟制成 对芯片的要求不高 制造工艺要求也不高 物联网芯片 爆发时增长 然后比如说摄像头 相关的一些 芯片 也是爆发时增长 那这就会造成成熟制成的需求 其实 因为疫情到来并没有下降 而是大规模增加了 那甚至有一个院士 我们中国有一个院士 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他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的院士说话 也 也不严谨 不像做学问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们现在国内 这些芯片的需求 这个 严重紧张 供不应求 需要有八个中芯国际的产能 才能满足 就大概是一首 我不知道他这个八个 怎么算出来的 但 不管怎么说 他都反映了一个现象 就是芯片 是供不应求的 那个产能需要快速的 就 就 不是 包括 包括那个谁 我记得忘了 是斯兰威的 那个 那个老总 还是谁 我忘了 反正就是这行业内的人士 这个几个月前 讲过一句话 就在圈内留的 一句话 就讲的就是 现在看 这个 公司的 这个 人品好不好 就大概是意思 完全 就公司你 你 做 做公司 有没有腔调 做不做的好 就看你现在 能不能拿到货 对吧 就大概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问题有多多 供不应求 有多严重 那么从 哪怕从现在来看 和包括到 到可以看得见的未来 芯片都是一个 全人类的一个 像石油 像那个农产品 这样的大宗的 基础的 这个原材料 重要的原材料 它已经牵涉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而中国也是芯片的巨大的需求 需求国 如果说 我之前看了一份报道 说中国的工业体系是全球所有国家里面最完整的 但如果我认为 如果我们一定要挑的话 中国在芯片产业链条当中 可能是对比于其他的工业细分的产业链当中 中国是觉得最厉害的 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我们是一个需求大国 同时我们的国产化比率非常低 国产化的替代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然后我们我们大家都理解 我们是个举国机制 你就可以大概能理解中国的很多的芯片领域的投资 有时候已经不太 你不能太用一个国际上通行的一个市场经济 或者是一个投入产出的一个角度来衡量这个问题 因为你要理解 我们很多要素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综合拿捏和理解 我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都对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这个中芯国际这家公司 产生了非常多的环境的分析的要素和判断的一些要素 大概是这样 所以国产化的替代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还有一个特征 在半导体的制造行业领域 芯片制造行业无论是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就不用说了 这个投入是巨大的 然后我们也不用说三星啊这样的公司了 三星他也是一个举国机制 重金多年砸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强国 或者是三星是一个一个可怕的半导体领域的公司 但当然他还有跨很多其他的行业 然后也不用说这个日本 日本国在那个整个芯片产业链上扮演的非常关键的角色 他们也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举国的机制 产生了一些巨无霸一样的公司 我们正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正在走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过程 当然我不清楚韩国或者是日本他们在半导体产业投资领域里面 是不是走过很多弯路 反正我们走了很多弯路 那武汉的那个芯片厂也好 还是我的母校上海交大之前搞出来的什么丑闻 龙性等等这种骗的这种手段 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人对吧 那就更显得中芯国际这样的很独特的 而且已经真的是把这事情做到位了 那就显得它更加珍贵 你说是不是逻辑应该是这个逻辑 你想那个武汉那个号称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芯片厂 花掉了多少钱 据说超过千亿的 对不对 那中芯国际现在是多少 对吧 两千亿都不到 一千七八百亿 对吧 那你想想看 这个性价比好不好 因为芯片制造产业总结一点来说 技术密集性 这就是其实也讲人才密集性 然后它又是个资本密集性 因为它的各种设备 都很昂贵 对吧 光刻机也好 什么扩散炉也好 反正所有的设备都是昂贵的 对吧 然后投入是巨大的 周期又很久 所以你说这样的行业门槛高不高 我说居高无比 对吧 然后目前来看 中芯国际我认为它的估值 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如果从动态适应率来看的话 它也就只有三十倍 而且增长是非常迅速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中芯国际是第一个在 就是本来是港股里面带优的 就是 就就就就就 意思就是亏损的 不产生利润的 对吧 是科创版 对吧 带优的 那它是第一个摘掉这个优的 那就说明 实际上 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 中芯国际的收入 利润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 在如此快速发生变化当中 给它三十倍的适应率 那当然是 非常低估的 那么 如果我们要去对比一下 这个估值 比较容易去对比的 就比如说 举这四家吧 台积电 龙头老大 这个先进制成 是吧 联电 这个成熟制成 某个意义上 跟中芯是非常像的 那么 台积电是三十三倍的 现在的适应率 这个是一个 体量巨大的 一个 一个美股 美股和台股上市公司 那么联电呢 联电是二十八倍的死应率 这个体量 目前的中芯国际差不多 那么 另外一个 就国内 可以有一个对标的 就是花红 花红也 跟中芯比较像 但有点像小弟弟啦 因为它 无论从自成也好 规模也好 都跟中芯国际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 那花红 现在是多少倍 六二四倍的死应率 我讲的同样是港股的情况底下 那么 中芯国际的 还有一个对比 就对比它自己的A股 那A股的溢价是66% 那么 问题来了 便宜不便宜 它有没有 价值投资的 长线价值投资的空间 那我会说 应该 确认 确认无误 要不然 当然我也不会买 更不会中仓 那 问题是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 比如说 两月份到四月份 两月份到六月份 现在四个月过去了 那 这个 芯片荒 延烧的 这个 这个缺货 延烧 越来越厉害 那为什么中芯国际不涨呢 甚至还跌了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当时是26块多 买的 那现在只有 今天 就算涨完了 也只有24块多 对吧 还亏这个点呢 那 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 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无论你去跟 华红比 还是跟连电涨了 八九倍去比 还是跟台积电涨了 三倍去比 那 为什么它反而是跌了呢 那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芯国际被 美国 这个 美国列入了 那个叫什么 黑名单 那黑名单 产生了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就是 出口限制 就是这些 全球任何 只要用了 美国技术的 那些个 供应商 都不许给 中芯供货 除非得到 美国商务部的审批 就有批文 你才可以把这个设备 卖给他 除非你这个设备里面 没有用到 任何美国的技术 当然 半导体是 人类 分工合作的 结晶 就是 某个意义上来说 你说 人类的 分工合作的 特性 在半导体领域 是一个 灵力尽致的体现 所以 真的 对于 很 绝大多数 非美国的公司 你要说 没有用美国的技术 在半导体领域 其实你是 基本上找不出来的 无论是 刘逼到 亮珊珊的 阿斯麦 他里面也 一样用了 大量的美国 美国人的技术 所以 他就 受 美国叫 长币 管下 所以 他要卖给中芯国际 设备的时候 先进制成 你就不用想了 成熟制成 你也要是经过 美国商务部的审批 和同意 这是第一个 这是 对中芯国际来说 是一种 发展上的限制 那么会有第二个 第二种限制 那第二种限制是什么 这个就是 美国投资者 不可以去 买 那个 这个黑名单 不可以购买 或者持有 黑名单 里面的那些 证券 股票 债券 这都不可以 对吧 这是两重的影响 所以 小米曾经 进入过这个 黑名单 然后 打了官司 然后打赢了 然后把它从名单里拎出来 就大概是这样 但实际上 小米其实是 小米也好 中芯也好 包括这个黑名单里面的 关于 美国投资者 不可以购买 证券 或者是 就股票 或者是 那个债券 这个禁令 还没有生效 对吧 那还没有生效 就是 等到生效了 就是严格执行了 就是你不可以有 不然你就违法 就大概是这样 这个会对 股价的 就 就影响 其实是 短线是非常大的 是吧 大概 所以 一方面是 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是 对股价的 短期的影响 那这两个影响 就构成了 比如说 花红可以是 64倍 因为花红没进 那个黑名单 所以花红 就是64倍的 市盈率 中芯只有 30倍的市盈率 对吧 价格差一倍 如果中芯和 花红一样 不在这个黑名单里面 那中芯现在 正常逻辑 也应该是 60倍左右的市盈率 这个才是合理的 那我 我只是说 这些要素 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来分析的时候 我 我因为 这个make sense 你明白吗 那么 对比于 联电 这样的 联电 其实是 市盈率 还是不算高的 但是它的后劲呢 对吧 它所出的 那个赛道和位置呢 对吧 那中芯国际 这个显然背靠了一个巨大的需求的市场 对吧 这个中间 它的特性还是不一样 所以去对比花红会更合适一点 好 然后 为了回答今天的问题 至于这个问题是 它 要求高一点是18个月以内翻倍呢 还是说 这个在有这样的投资经历底下 这股价能不能值得投资 有没有上涨的空间 对吧 那我会说 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 我认为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 首先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提出来应该是 现在还有多少美资机构 在禁令生肖之前 还要出货的 对吧 这是这个好问题 因为你看 压制中心的股价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好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 不可以 中芯国际不能去买 买不到那些先进资产的东西 会对中芯国际的发展 会影响什么 我会说 短线和中芯基本没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 中芯国际目前最主要的产出品 是8寸晶圆的 也就是说 它不会是14纳米自成 以下的就不会有 都是成熟资产 28纳米 甚至更大的 对吧 那对应的 它其实造的不是像手机芯片之类的 这就为什么解释了 华为之前的麒麟芯片 它不是找中芯国际代工 中芯国际也代不出来 它只能去找台积电去做代工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那所以 但这个领域 成熟资产现在是最缺的 而且可以看得见的未来都很缺 那正因为这样 最先进的这个叫什么光刻机 最高端的什么光刻胶 不能卖给中芯国际 没关系 对中芯国际发展没什么影响 因为它要的是成熟资产 这第一个 那么 所以我认为这个要素 其实对中芯国际的 这个盈利能力 包括 中短期的发展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投资经历 投资经历的影响是什么 那 这件事情其实从 川普下来之前 很久 就投资 这个 这个拉近黑名单 这件事情 中芯国际是第一批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时 股价被直接跳水 达到什么 二十块以下的 十几块钱 大概是那个时候 所以它过去已经很久了 问题来了 有一句话叫 利空出尽就是利好 对吧 那么我会说 这个 有这个投资经历 发出来 实际上过了多久呢 我认为应该已经 不低于一年的时间 可能还不止 或更长的时间 就是那 如果作为一个 美资的投资机构 或者是 美股的个人投资者 这个禁令 这个 如果他买了中芯国际 然后这个禁令 这个信息 他已经很早的就获得了 那有多少机构 或者有多少个人投资者 他会等到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都还没有 把他只有的股份卖掉呢 我认为 应该是少数中的 极少数 因为你要知道 无论是 美资的机构也好 还是个人投资者也好 普遍的 遵守法律的意识 是非常的 非常遵守法律的 这是 契约精神 是西方 世界文明的 一个重要的基础 民主党 不太遵守传统 但大部分是遵守的 对吧 那正因为这样呢 我猜 投资禁令 八月 延过几期 本来是五月份到期 后来 延过一次 再延了一次 现在是八月二号到期 就 也就是说 现在的美资机构 还持有中心国际 不算违法 但是超过八月二号 你一定就违法 违法 违法是要做劳的 就大概这意思 那 那问题就 核心的问题就来了 还有多少美资机构 持有中心国际的股票呢 我查了一下 中心国际前十大股东 列表里面 好像我不确定 全是中心机构 只有一家 我不太确定 它背后算不算 美资 这家 就是瑞银 瑞银大概排到 第七还是第八位 大家可以去 在复兔里面 就可以去 把中心国际翻出来 你去看看 那股东列表 反正 前十大流通股东里面 没有一个是美资机构 所以我会认为 我的判断是对的 也就是说 中心国际里面的美资 已经基本没有了 如果有 也已经 已经很少了 就是 拨最后一个了 他们早就已经 风险释放掉了 所以 那我 我可以简单的 下一个决论 关于 这个点上 这个叫 利空已经出尽了 利空出尽 那是不是就是利好呢 我说非常有可能 对吧 所以 他的 这两个要素 就这个 被 被拉进 小黑屋 被 被封 对吧 就产生了 这两个东西 我认为这两个东西 都已经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看看 有没有催化剂的部分 就是 股价上涨 产生了催化剂 我们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最近的 一个多月 无论是 在半导体制造的领域 无论是台积电 还是联电 还是中芸国际 其实大家的股价都 都没有保持 之前的那种 快速上涨的势头 其实在做一个 横盘调整的 一个姿态 对吧 台积电目前 大概也 也就是120美金 那 两个月前就已经 最高到过140美金 应该是差不多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预期 还是很好啊 但是 如果 这个时候 资本市场 判断也会变得理性了 对吧 这个理性是什么 就是 你已经100%满产了 然后你的产能 现在是扩不出来的 你要 你要 24个月 36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 你才能扩产 那你的天花板已经到了 所以你的股价 就不应该涨了 至少短线 不应该涨了 对吧 再涨就是 你其实在透支 36个月以后的未来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一理性 这股价就横盘 我认为 从这个点上是 其实是合理的 但是中芯国际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 当人家在大涨 大涨 特涨的时候 中芯国际没涨 对吧 跌下来了 对吧 甚至被打压了 跳水了 有没有补障的需求 我认为 应该给他补障 因为那两个利空 已经不再是利空了 还有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注意到 四五个月之前 包括在日本 反正 外媒嘛 外媒说 包括在日本的很多 就 叫经营 叫什么呢 半导体 制造设备 二手半导体 制造设备 就是很老的一些 本来都已经 扔仓库 积灰的 或者是 反正就没地方要 然后送也送不出去 就类似这样的 接近垃圾级别的 叫二手货 生产芯片的 二手货 反正芯片领域 有一大堆 各种各样用途 因为工艺流程很长 设备也很多 然后这些设备 已经非常老了 然后技术也不先进 但是 这些东西都 被翻出来 80%都被中国的买家 买走了 买走干嘛 买走 造成熟制成的 那些芯片 这个一度 引起 二手设备 在二手市场 价格里面的 就暴涨 涨得很离谱 所以 这个问题背后 反映出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 你要知道 中国人是 特别的勤劳 特别的 灵活 特别的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特别会想办法 你应该这样说 为了达到目的 他可以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这就是 中国人 的特性 没有定义 没有定义 他是好 是坏 一定程度上 他也是好的 对吧 你看我们的文化里面 是叫实用主义 管他白毛黑毛 抓到老鼠 就是好毛 对吧 对吧 这个跟民主党 肯定是很大的 不一样的地方 是不是 那所以我们就 我们国内就 肯定solo了 全世界80%的 二手制造设备 这反映出一个问题 或者是 你立刻可以 预判出一个事情出来 中国的成熟 制成的芯片的 才能放大 是全球放大 肯定是放的 最厉害的 相信我 这个判断 对吧 那这也意味着 中芯国际 是不是在这里面 也弄了很多 二手设备呢 我说 这个完全有可能 因为中芯国际 比起别人 拥有更加好的 管道资源 供应链资源 钱更加不是问题 你说是吧 正因为这样 我认为 人家18个月 才能加一条产线 放大产能 中芯国际 是在联电 台积电 等等 这个梯队里面 放产呢 我认为他放的最快 更何况 中芯国际不是 有公告说 在北京 还有上海 增加 开设出 那个12层晶圆 12层晶圆 就比较先进一点 资产 就是有加新 新的那个 晶圆厂 然后投产 对吧 然后 也有几间跟投 对吧 就大概是这样 那我认为 这种买了 二手设备 然后拼命 扩大那个 成熟自成芯片的 产能 这种事情 肯定就不会 不好意思拿出来讲 但实际上 这事肯定有干 对吧 那另外一些 好消息 就是说 他一季 他今天的公告说 一季度 45%的 那个客户 就是销售量 是来自于海外 这就是 整个 整个环境 市场 海外的 生产能力 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疫情的关系 什么 马来西亚火灾 日本火灾 芯片厂的火灾 马来西亚 什么 封掉几个 芯片厂 等等 只有造成了 整个供应量的不稳定 而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这种机制底下的 那种 保障生产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所以 这也可以看到 它的外销的比例 大幅增加 所以 岩尔种 岩尔种子 这个时候 是一个不穷卖的时候 这是个半导体 生产行业的强周期 供不应求的时候 考验的只有一个 就跟当 这个一年多以前的 口罩一样 考验的是你的产能 生意变简单了 我们投资的时候 判断也变简单了 在这些赛道当中的赛马 花红也好 中心也好 连电 什么台积电 等等 就 反正就这些公司 你去看 谁最容易放得出产能 出来 而且我还认为 他们的产能放出来 可能已经在放出来了 或者是 现在也应该到了 可以放出来的时候 因为这些二手设备 四五个月之前 有了四五个月来调一条 新的生产线 或者多加几个新的生产线 我认为这个时间可能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会 你可以看得见 中心国际的 比如说一季报非常漂亮 我认为二季报会更漂亮 三季报也不用说 对吧 所以这个是他的股价的催化剂 最后来聊一个 关于中心国际的 长期的一个定位的问题 我会说 对于中心国际 这样的一家公司来说 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大环境 政治因素 中美关系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但是 你说 关系再怎么样 作为一个中油的制造业的公司来说 被掐死的可能性 也不大 但这个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位问题 我认为这个是可以 我们可能可以去参一下的 从我们的这个 站在我们那个国家 那个党的角度来说 它肯定是中心国际 一定要把它拱成一个 比肩台积电 先进资产 然后巨牛比 对吧 这个肯定 但是 如果从一个务实的角度来说 连电的那个定位 我认为更适合中心国际 那么 因为半导体 这个制造行业 它其实有赖于半导体设备的各个领域 各个环节的能力 而不只是 就是台积电 这样的 这样的流逼到量产产 它背后基于的是 很多知名度没那么高 但是在它的西方领域 都是做到极致的人类的技术的核心 就是顶尖的这个 很多这样的公司组合起来 最后才你可以看到一个 这个制造 制造行业 就是制造出芯片的 这样的一个流逼到量产产的台积电 没有那些后面的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说 整个半导体产业 要变成先进制成的时候 是整个产业链的问题 显然 中心国际定位 如果是一个 要去做一个先进制成呢 我可能说 我说句 不中听的实话 以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和了解 那可能是 越跑 差距越远 但是 芯片是 芯片不是一种 芯片是无数种 各种定位的 连电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它放弃先进制成 它变得能够给各行各业 身段柔软的提供了 他们所需要的 这个制成的 这个定制化的这个芯片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如果中心国际的定位 也是这个样子 那就非常契合了 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特性 灵活 体贴 服务周到 效率极高 对吧 然后各方面的成本都很低 你要知道 芯片制造的时候 也一样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环境的 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和破坏 包括使用大量的电力 对吧 等等 我会认为如果中芯国际的长远定位 如果是把成熟制成做到极致 那一样是一个超级厉害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公司 最后 为什么我会认为18个月 以内会翻倍 因为18个月 以内中心 应该是全球 这个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的 芯片制造厂商里面 才能放入最快的那家公司 甚至没有质疑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它的盈利能力 一定会快速 更加快速的释放出来 包括什么 各种各样的涨价的消息 所以 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我认为中芯国际的股价 应该 因为打压的关系 因为低估的关系 因为业务会高速增长的关系 因为比竞争对手 更早能够提高产能的关系 所以 它的翻倍 应该是 比较确定的事情 当然 最后 投资都需要谨慎 都是有风险的 我也有很多不对的时候 所以 我并没有强烈推荐 你去买中芯国际 你要为你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 所有我之前 上面所讲的 都是我的一些 整理的一些材料和思考 并不代表我 给大家的投资建议 好吗 所以 各位要为 你要自己来思考 和做决定 好吗 那 今天关于 这个中芯国际的 内容的分享 我大概就讲到这里 好吗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WW说 中芯安若克 说说不 中芯安若克 还真没什么好说的 我最近也 港股四大天王 你要让我说别的 那个我已经坐过一起了 主龙我已经坐过一起了 主龙也非常合成 我今天又买了一千股 因为实在没有钱了 安若克真没什么好说的 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八块 很稳的走上来 现在已经在 接近八块的区间了 对吧 然后适应率还很低 也许 因为没什么内容讲 所以我就 没办法再 开一期节目来讲它 讲啥呢 三分钟讲完了 对吧 然后做罐子的 然后跟人家合资 搞一些自清的东西 然后安若克 它是因为是在那个轻能源的 或者叫工业气体的那个 那个中油嘛 怎么运输 怎么存储 反正 这个 这个傻大黑出的火 不是一般的公司做得了的 因为都牵涉到特种行业 安全性 对吧 你我去开一个这样的公司 都干不了 是不是 然后它又是中级集团旗下的 它又是做钢瓶钢灌 特别是钢瓶 就罐子 这个国内的龙头 那还有什么呢 就这个 你这个清气生产出来 你总要存储吧 大概是 我存储 存储天然气 我存储清气 对我来说收门收路 所以它是绝对的龙头 然后市值又低 估值又低 整个盘子不大 估值又低 我说过吗 我开玩笑说50块啊 拿着你就 不要轻易的动它 就好了 这种股票总卖一点 是特别好的 什么时候你看到 拉个100% 你当反而不好了 明白不 安安心心的持有 你把它忘记不停 过三年 你看到安瑞克 我不是那期节目 不讲了吗 安瑞克你有一天看到 什么什么电厂 埋了很多个 安瑞克的罐子 然后这些电厂 都在拼命的改造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 卖给别人的时候 然后人家一说到 安瑞克 留逼到亮珊珊 就卖给他 现在不留逼 我们拿着 闷声发大财 慢慢的 有点耐心 我认为 安瑞克现在走势 非常非常好 对啊 这个打酱油也有 那个啤酒 就液体 它就是液体存储的罐子 但那个板块 我总觉得 也有发展 食品工业也有发展 但是 更好的 还是 还是气体存储 工业气体存储 对吧 就讲到这 实在没什么 新的信息 可以拿出来这样的 然后 安瑞克可能说 有个什么分拆啊 什么 我认为分拆也 无所谓 不受什么影响 也不算理好 也不算理空 拆出去就拆出去 没什么关系 好吧 好吧 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 没有了吧 好 那就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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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